你怎么不能用 你怎么不能用 你怎么要搞什么东西 你怎么要找 谁要找 不能用 哥哥你别找 你跟我说怎么不能用 来 我跟你讲道理 为什么不能用哥 你跟我说 我妈在公园里面都不能用 谁规定的 公园规定 哪个公园谁规定的 领导规定 谁领导 也是 你跟领导叫领导过来 我跟他说一下 我是专门 我本来要去 我专门过来这边 为了去看这个博物馆 然后再搭个帐篷 我就在这里过了一个月 然后今天去那个那里 看着博物馆看了我之后 我还要在这里再搭一个晚上 在那里面 приб啊 这么大一个 这么大一个城市 这么大公园 我 devoir MOO 我oll 不违法 我就跟要 跟要成恋一样 我就是一个人在这里住而已啊 我这个东西放在这里不能落地是不是 还是什么回事 恋一个都不能 不是你一个不能用 我公园 我来搭了这么多公园 我就没有听说公园不能搭帐篷的 我又没有搭你的草地 又没有破坏你的绿化 我昨天本来想搭草地的 我还专门过来找个水泥地打 知不知道 就跟人家打羽毛球的一样 大哥 我不说什么 我是 那边竟然过年就开始在 跑了30多个线了 知不知道 我又不是说这么为难你 我是专门我的摩托车还放在那边来 昨天晚上搞得很晚 我等会儿要去博物馆 去看 这公园里面都不能用 它酿油就它切掉就切掉 你一个不能切 不是不能切 我是问你为什么别的地方都能 就你们这里就不能 一个人都不能用 那这公园进来给人家干嘛的 公园是进来干嘛的 是不是 只能走路 不能做 能不能做 不能用 你就不能用 就我 我这个东西不能在这里 那我这个能在这里吗 这个收起来 这些东西能放这里吗 这个衣服也不能在 哦 我这个东西不能放这里 衣服也不能在 公园里面都不能在 这是怎么是影响你适容 还是怎么回事啊 啊 这是不是影响你适容了 我以为你们是个包容的大城市呢 我还专门从那 从那 从那个过来昨天晚上连夜过来这边 打好帐篷 准备去你们参观你们博物馆 还录视频给你们宣传 你们就就这个样子的一个什么 我就没有见过是公园不能不能搭帐篷的 那那去哪里搭帐篷 我那那我去路边搭帐篷 是吧 给我问你 你要去叫我往上去哪里睡觉 那我往上去那个公 那个路边睡觉 是吗 路边可以搭吗 那我就把他撤了 要我往上去那路边睡觉 是吧 那就 那就不影响适容了 是吗 这么大一个公园 又不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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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没有位置 我也不影响要打羽毛球什么的 我这么找 找 找个这个角落 我又不是说搭中间 我就躲在这个角落 还不行吗 现在 对不对 大哥 我真的是 摩托车过来旅游的 我真服了 还专门过来跑到你们这个博物馆过来看 看 看 看下你们的 给你们了解你们文化 给你们旅游拍 旅游 旅游片给你们宣传 你们这个怎么旅游 还是还是搞个什么游客中心 就是这样子对游客的吗 那我把它收了 晚上再打 可以吗 我晚上的收到的 我晚上的收到的 你下班了 我打 行吗 你下班了 我打 行吗 我去博物馆看 看完了 我晚上再过来搭 可以吗 哎 真是 真服了 行吗 你说收一收吧 反正 我是没有见过这样子的 出来玩这么久 就搭个帐篷还不行 真是服了 我让人家选拳眼前 总共是我的 兵长 子童忍